公元208年 曹操在解决了袁绍的几个儿子后 终于统一了北方中国 他回避难指 是要铁蜜南方 一统中国 作为曹操的头号死敌 刘备再次首当气冲 多年来陪着刘备一起对抗曹操的人 全都被杀或者欲而终 如今轮到了刘备的新大哥 刘表 刘表运气不错 没有被曹操打败 因为他在曹操进攻之前 很及时地使掉了 刘表的手下们 用力刘表的二儿子刘从即位 然后骗刘从投降了曹操 刘从把根据地荆州交割完毕后 派了一个叫送中的去通知刘备 对 刘备使出了必杀计 跑路 曹操这边每天行进三百多里 刘备则是 经过几天几夜长途跋涉 刘备终于在当阳被曹操追上 这下刘备不扯什么以名为本了 不仅扔下百姓抬腿就跑 而且连老婆孩子都弄丢了 就在刘备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徐树的老娘也被曹操抓走了 刘备没时间抹眼泪 因为曹操已经追到屁股后面了 赵云领命杀回曹军 刑长夫人和公子 刘备继续跑路 留下张飞断后 经过脑残张飞的拖延 刘备总算是逃出了险境 这时孙权那边也乱套了 本来鲁肃建议孙权联合刘表 与曹操三组鼎立 结果刘表早早就死瞧瞧了 刘备一方面安排关羽接应自己 一方面准备联合孙权奏曹操的工作 abil体 忍 忍 忍